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1月2日啊,那又說一件事,那你就知道彭斯幾堅了,其實是美國一些選舉法的學者呢,就是憲法選舉法那些學者來的啊,在說什麼啊?1月6日時候啊, 彭斯是有絕對的權力,令到這個特朗普總統可以獲勝的,那同時之間,你說這樣說的時候啊,到底有沒有那個威力在這裡呢?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呢?那由兩件事你可以見到,的而且確,這個學者呢,說的話,你不可以說他完全對,但是呢,也是沒錯的,這個是一個灰色地帶來的。那兩件事,佐證這件事是什麼呢?那和1月6日啊,彭斯到底有什麼權力?因為現在是出現了這個兩套票的嘛,選舉人票,那結果啊, 啊,你彭斯當日1月6日的時候,你有幾個option,啊,一個就是打開州議會的選舉人票,那其實本身呢,啊,州議會才是正宗來的嘛,他們只不過是授權那個州務卿,那如果州務卿做得不好啊,州議會是有絕對的權力去收回這個,這樣的代表性的嘛,那如果不是啊,你都不需要 去投遞那些,那些替代性的選舉人團票啦,那所以彭斯當日呢,啊,是可以選選其中一套來開,那但是無論選選哪一套,啊,都得罪另一邊的啦,那他亦都可以啊,啊,選選兩套都不開的,那如果,啊,他選選要開,即是原本那堆的時候呢,那於是乎, 霍里亞,啊,以及眾議院那邊,啊,有百幾個議員,啊,都會一起去提告的,而且是每一周那樣,啊,那跟著,作出這個辯論的,啊,這單消息是由,那些Liberals的媒體,啊,就是CNN那些啦,啊,那報出來的嘛,那尤其最近,啊,佐治亞洲那裡真是,哇,厲害的,啊,他找了個鑑證專家爆些資料出來,就是包括,你那個準聲,啊,是不準的啦,啊,那於是乎,啊,有很多的彈票,那又包括,啊,你那些墨水,你發覺有些票呢, 啊,就是機印的,也包括,啊,有很多特朗普總統的選票,是被人碎鬼了啦,也都包括,啊,有很多票,啊,啊,上面是有一些隱形的記形,啊,啊,也就是說你是可以,由那些票當中,呢,可以辨認到,啊,那些人的投票取向,啊,退一萬步這麼說,啊,你那部機,啊,那部老虎機仔,如果可以連上網的時候呢,那人,就是,我估物論,那部機仔,啊,有沒有得去改那些選票先, 因為Gigliani,啊,是很嚴正的聲明,啊,叫你那些人,怎樣啊,你讀一下那個名料,你就知道什麼事,啊,很明顯,他是可以改變那個選票的,那我不知道他改變的意思是什麼啦,就是是不是那些票彈了出來,跟著呢,他進入這個adjudication的時候,啊,那你就可以將那一票投給誰都可以,就是人手鑑證的時候,啊,那你很兒戲的嘛,尤其是你那個rejection rate這麼高的時候,那這樣東西的而且確是有那個空間,啊,令到選舉非常之不透明,那邊兩件事, 啊,你發現,彭斯副總統,啊,你發現,彭斯副總統,很明顯是有這個這樣的權力,就是一個流動來的,差在他做不做的呢,那第一件事,當然就是拜登,啊,那個團隊啊,在那裡,在那裡,就是那些叫什麼啊,反宣傳算不算啊,因為他在那裡說,不是的,有程序的而已,1月6號那些東西,而不是他們說到,好像憲法啊,各樣那些這樣的,就是這班人是不懂法律的啊,人家很明顯啊,就是道理方面已經贏了的啦,你看到那麼多場的聘政會啊,道理上贏了的啊, 他們今時今日啊,啊,都,就是你沒得說的,啊,赤裸裸這樣做的時候,人家說你皇帝的新衣沒有穿衣啊,你又認鬼了他了嘛,嘿嘿,小朋友都會笑啦,對不對呢,你看到拜登啊,如果你認為1月6號只是走過場的時候啊,就是12月14號,啊,認證了你,就是你了,那時候你就不需要跳出來說話啦,對不對,那當然,最近他都遭遇到很多挫折的,包括,就是國防部那邊,啊,那就是拿不到一些機密的東西啊,你拿一些機密的東西啊,你拿一些機密的東西啊, 就是,那你想通知我就通知你咯,啊,第一天那個man沒可能就是捉拿你的咯,是不是要發這個roll run給你啊,那第二樣東西就是呢,預算部那邊啊,啊,就是白宮那邊,啊,都不肯批那個預算給他啊,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啦,照道理,就是上次呢,Murphy 講完之後啊,那他簽了確認書啊,各樣那些東西,那人,就是,憑著你簽了那些確認書,可能DQ你啦,我不知道啊,但是你簽了的時候,啊,應該拿到的啊,啊, 啊,你沒有理由簽了,人家那個白宮那邊,那個預算團隊啊,啊,不批預算給你,沒有什麼機會的啊,不知道啊,那總之你見到呢,啊,他就是拜登啊,你如果坐定粒綠,啊,你就不用說那麼多東西啦,那另一樣東西就是呢,啊,藍絲佩洛西又來了,佩洛西太后,那也有關於彭斯那個訴總的啊,啊,就是有些人,啊,就是共和黨員那些啦,那就是在這裡起訴這個彭斯副總統的嘛,就說他啊,是可以在當日,就不應該認證 那些這樣的含有欺詐行為的選舉人團票的,那但是呢,啊,這個反起訴啦,除了彭斯,就是站在一起的啊,佩洛西太后那些,除了彭斯自己說,你應該起訴國會,不是起訴我,啊,他就不是說,你起訴的人不對啊,啊,是說,你起訴的時候呢,你不要起訴我,起訴國會,就是你針對那個人啊,不對的,你針對那件事呢,你搞國會啦,不要搞我,而佩洛西太后呢,啊,就站了過去的,他就認為啊,啊,這個法院呢,是不應該接納這宗訴訟,那為什麼這麼快答便呢, 就是這個彭斯,那因為啊,啊,其實啊,那邊呢,是在德州那邊法院搞的,那結果,你德州如果判了下來的時候呢,喂,那你到1月6號的了啊,如果啊,判了彭斯是輸的話呢,那他那天,啊,你不可以打開的啊,如果打開的話呢,又違法的了啊,那如果你去上訴的時候啊,那就是,擺到明什麼啊,就是你對著幹的而已啊,那就顯示了他醜惡的用心啦,那如果他當日打開的話呢,咦,那就就是違法的了啊, 那又看看法院那邊怎麼判啦,那所以啊,那你見到了,打開了這個佩洛西太后啊,如果不是都不甲拐地跳出來啦,是不是這麼說啊,那你玩法律,別人跟你玩法律而已嘛,推一萬步這麼說啊,啊,當日,就是如果,Touchwood啊,你彭斯又真是倒歌雙向的時候啊,那都還有國會辯論的那個時間的,到期時呢,啊,就會,特朗普總統啊,啊,很明顯,就他講的嘛,他的團隊啊,啊,就說1月6號呢, 會展現一些,展示一些,從未見過的證據,那就就是猛了啦,哇,那到時,瘋狂的那款啊,啊,我這樣說啦,就是你共和黨的成員啊,這次來講呢,就是不傳記得了,喂,所以,特朗普總統沒說錯啊,換轉是民主黨那邊啊,發生一些這樣的情況,你說民主黨那邊會不會,啊,有倒歌雙向跳去共和黨那邊的啊,就是情況啊,如果反轉發生的時候啊,會不會這樣先,不會咯,啊,那為什麼啊,理智當頭, 就是,所以呢,就只有共和黨那些啊,就被人侵蝕,就不會有民主黨那邊被人侵蝕的,就是,到頭來,國家利益這些東西放在一邊啦,最重要都是荷包的利益,哇,又或者有時候不是啦,就是,奧巴馬的八年啊,啊,奧巴陸,就弄到三綠奶粉那樣的啊,啊,搞到這個美國烏煙瘴氣,令到很多人啊,是不敢出聲的,應該這樣說,啊,就是,所以,啊,你已經是喪失了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了,就是, 就是的,你不知道為什麼呢,你,特朗普總統上台那幾年啊,啊,那你沒有搞搞這些東西他的嗎,今時今日啊,啊,才走去搞,太遲了吧,就是,他最近先在這裡,重新,這樣去簽一些1776年,那些教育法案啊,各樣那些,去撥亂反正啊,重新確立回這個美國的立國,價值啊,和那個文化,那你沒有的,今時今日,又不是老套佬,就是你看到美國的最基礎的東西啊,啊, 啊,就被人在這裡走過來,啊,那就玩這個小雲小吉啊,哼,扔屎啊,在這裡啊,啊,周圍都,又拉倒那些雕像啊,啊,又攻擊你那些立國文化,又在這裡要,那些人在這裡質疑自己,啊,質疑很多東西啊,質疑自己的立國價值,質疑自己的性別,質疑自己既有的信仰,啊,質疑一切啊,那其實通過質疑的時候啊,你又就是去否定,啊,那就是顛覆咯,人民對於國家的價值來講呢,尤其是民主國家啦,啊, 啊,一定要予以重視的嘛,原因就是因為啊,有這些東西的時候,啊,有國家的歷史,那你才會有那種歸屬感,才會捍衛自己的國土,才會對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啊,啊,視之如增補的嘛,如果不是,哎,可能很多人就想著,啊,灰心啦,那然後就離開這個國家就算了,喂,大哥,天大地大,連美國都失去的時候啊,可以走得去哪裡啊,加拿大啊,就真的啊,很多北部那些呢,啊,是走過去加拿大, 那邊的,就是,哎,廢鬼事跟你玩的那樣,哎,走得一時走不到一輩啊,啊,西方加拿大不會,甚至乎情況啊,比美國嚴重啊,只不過還沒發出來的意思而已,你今時今日,啊,除了香港,2019年時候啊,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,今天的美國啊,2020年,也是一本很好的教科書,基本上就完全,哇,就是,你覺不覺好似呢,啊,香港變成了一個實驗室的嘛,實驗完之後的東西放回到美國用,這個又是一次社會實驗來的,是吧, 啊,你的套路完全一樣,有些人就說不是,是因為互聯網的發達啊,那所以那些BLM啊,Antifa啊,啊,他們懂得怎樣做啊,各樣那些,那但是你又可不可以,啊,這樣想呢,那些科技巨企各樣,收集完一些大數據,實驗完之後啊,啊,那就走去,資助這些Antifa啊,BLM啊,那就,仿作一次,放到美國那裡用,你差在啊,啊,你那些私人檢控,沒有那些律政司在那裡,走去撤控的而已啊,哎,不過,你墨西根州那邊, 那些迷,你看到余出一切的,啊,走過去說什麼啊,哎,你爆威爾那些啊,啊,甚至乎其他律師那些啊,如果再file這些訴訟的時候呢,那就要吊銷你的律師牌照,嘩,幾次樣啊,那還有啊,那些媒體又是啦,啊,又走去,你再說的話,就吊銷你的發言權,是不是一模一樣樣先,似到十足十啊,就是這樣樣樣咯,好,今天講到這裡, 到 到